肖战的私服穿搭品位一直备受大家称赞 比起他公开露面时穿的高定或超级 私服显出随意、舒适、休闲、简约又有气质的风格 真正体现了肖战的个人品位及领异标新的时尚理念 近日肖战结束了活动之后 与助理出现在机场 他的一身穿搭另一众网友不禁惊呼 好时尚 只见肖战依然捂得严严实实 帽子和口罩再加上低着头 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肖战高而瘦靴挺拔的身材 将这套私服穿出了神秘又大气的风格 随意系在脖肩的浅灰色长围巾 搭配上肖战这套颜色上比较凝重的黑色私服 就呈现出随意、慵懒、自然、率性之感 走起路来随风摆动、飘逸感十足 肖战身边的胖助理也格外吸睛 看肖战的私服穿搭 气温应该很低 助理却穿着短袖 还精气神十足 好像身处炎炎夏日 肖战骄扬伴我的拍摄还没结束 他步履匆匆 就是赶赴剧组拍戏 这部剧中 肖战还会像顾尉一样 呈现给观众很多私服穿搭 也是肖战首次挑战职场新人到精英的都市题材 肖战在这部剧中的演技和表现力都备受瞩目 而肖战在拍摄期间 一直勤勤恳恳地在剧组研读剧本 揣摩角色 为了完成拍摄任务 更是经常工作到深夜 他对每一部剧 每一个角色精益求精 很多时候 甚至比导演还要苛刻 可见 肖战即使有这么好的资质 他的成功也非一蹴而就 可见随着肖战作品受到广泛认可 整体资源也获得稳步提升 肖战入行时间仅仅几年 就能靠自己的拼搏取得这样耀眼的成绩 可见若想成为绝美的盛景 让生命充盈丰满 靠的是自己的打拼 信念 热爱与不放弃 肖战超话